在一个卖鞋的生意里面 它牵涉到三方 就是工厂 然后中间商 然后顾客 或者是商店顾客 然后工厂它生产的那个鞋子 然后它卖给那个商店 商店再卖给顾客 然后在一个promotion的时候呢 那个工厂它给repaid 那个retailer ok so我们现在这边我有三方面 第一个是manufacturer 然后过后呢 第二方面是它的retailer 然后第三呢是它的customer so它说它的每X元 它会扣它35元 所以它来这一边的时候 它是X扣35 然后呃 那个 买卖家呢 这个商店这一边呢 它从这边买X元的东西的时候 它以折扣7%来卖给这个customer 所以它是在这一边 它从这一边它是以X元买给它 卖给它 然后它扣给它35 然后它扣7% 扣几%的话 我的100%减到7% 就是98 3% 93% of X的话呢 其实是0.93X ok 然后这一边 它说 the price customer have to pay for a pair of shoes in terms of X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那个顾客要给的钱是多少 直接0.93X哦 所以A的这个部分很简单 0.93X 就是这样而已 ok 因为我跟它买100块 然后我卖它93块 就是这样 ok 可是我进货的本钱是多少呢 65 啊 这样我从前还有赚一手啦 ok 然后他说 他的customer 他买到的是55块4毛半 然后他问 他的那个厂家给的价钱是多少 55块4毛半 所以就是说 我的0.93X等于 那个 55块4毛半 所以我的X呢 会是等于55块4毛半 除以0.93 所以我 55.45 除0.93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 这个 59块6毛2 ok 所以他的 厂家 其实是以这样的价钱 来卖给 那个 呃 卖给 你挑了 没有就是厂家自己本身的X啦 他标价 ok 是59块6毛2 然后 他说 他问 呃 那一个 卖的人他能够赚多少钱 他卖的人能够赚多少钱的时候呢 你就心里想 ok 呃 他的X是59块6毛2的时候 其实我的这一个他买的价钱是多少呢 他买的价钱呢 其实是 那一个59块6毛2减35 ok 减35 减35 所以我拿到的是 呃 24块6毛2 哦 他本钱降低哦 24块6毛2 然后他卖的时候呢 他卖多少钱 他卖的是 59块6毛2的 0.93 乘以0.93嘛 ok 所以 刚刚的这一个 除0.93 又再乘0.93 其实就直接是 55块4毛半了 55块4毛半 然后 所以他的 那个profit呢 profit 就是卖价减买价 就是55块4毛半 减24块6毛2 ok so 我有55块4毛半 他-24块6毛2 然后 他赚的是 30块8毛3 30-83 这个就是他的 那一个 赚的 价钱 嗯 在这一边呢 嗯 值得 如果 这一题 我把它当成 是方向的题目 来做的话 那 这一个呢 其实是我的 那一个 呃 这一边我给他是f 这一边我是g 所以 这一个是我的gf 是这一个 然后 这个其实是我的fx 啊 so 我在这一边 我要找我的g g g 其实我没有找gf的g的必要啦 ok 呃 我找g 因为我这一边的这个价钱就直接是卖价了 这个是我他的买价了 so 这个直接这样过来的时候 其实 呃 是 呃 蛮没有必要的那一种 所以 我们就不去找gf 呃 要找gf也可以啦 就是说你拿 你要知道 如果 题目知道你的 这个 呃 他拿到的价钱 就是说这个扣了的这个价钱是多少的时候 就好像他扣了的价钱是24块6毛2的时候 我就可以based on这个24块 24 24块6毛2来找出我的这个c so 我这一边我 呃 来 做一下 ok 就是说我当他是composition 所以我的这一边呢 我是 呃 fx ok 我的fx 是等于x-35 呃 gfx 是等于0.93x 然后 就是说我的gx-35 等于0.93x 然后let我的u等于x-35 then 我的x等于u加35 所以我的gx-35 等于0.93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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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拿到的是 呃 32.55x-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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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一边的话呢 你看啊 我们用刚刚的这一个 它是55块4毛半 55块4毛半的时候呢 我 其实是这一边的价钱 这个是55块4毛半 ok 我这一边是55 就是说到customer的时候 放盘的时候是55块4毛半 ok so 我如果要找回这一个的话 我要找他的那个买价的时候 我其实sup进这一边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就是我的gx等于0.93x-32.55 所以我的这一个就是说 我的gx等于55块4毛半 所以我的0.93x-32.55 等于那一个55块4毛半 所以我的0.93x等于这个减这个 我的55块4毛半减32块5毛半 然后拿到的是22块9 22块9 所以我的x等于22.9除0.93 所以这个再除0.93 然后拿到的是24.63 24.63 ok RM24.63 这个其实是我的那个买的价钱 然后这个是我卖的价钱 然后你看24.63 然后这一边 那我是觉得 我宁愿不要去找这个gx出来 我宁愿通过他的这个55块4毛半 我找回这个厂家的x 然后再来找厂家卖给他的价钱 我觉得这样做会更简单 比起我做combo指标再回去这样 ok so 就是 就是他的关机 其实就是像刚刚这样的59块6毛2 这一边你看59块6毛2 然后这个是24块6毛3 所以你可以看到我的59块6毛2 减掉35块 就是我的这一个24块6毛2 然后我的59块6毛2 我乘0.93 它就会变成55块4毛半 然后我的这一个 呃 所以这一边来这边这边来这边就方便了 所以我的这个55块4毛半 除0.93 我拿到的会是等于这个59块6毛2 ok 所以就兜圈啦 兜来兜去啦 你只要能够知道他们三个之间的关系是怎样 主要是这个关系跟这个关系 然后就可以懂把整个题目做对了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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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